诶 我准备好了 嗯 是的 清晨终于正常了 你也终于正常了 你不正常吗 我追了他三年了 没见过他一张好看的字牌 想在哥哥的眼儿 哈哈哈哈 弟弟 月圆 我是非常有主见的 啊 是是是 我还给你刷卡 对 暗电梯 你是 你是不正常 哈哈哈 美的不正常 哦 我追了他三年了 没见过他一张好看的字牌 那倒不至于吧 啊 别生气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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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消气 哈哈哈 没事 好了 好 有时候其实也挺担心 因为那个是有电的嘛 所以就是注意安全 啊 哈啰 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金臣 我是王子毅 非常开心啊 就是 能够通过 再来一个吧 哈哈哈 好 通过Bili bili新访问 跟大家见面 可以好 哈啰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 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你是谁 我是王子义 你是谁 我是金城 非常开心能够通过bilibili新访问 跟大家见面 bilibili 干杯 进入B站首先需要做什么 入住 入住 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下载软件 答题 答题 对对对答题 嘉宾完成信息卡答题入站 成为新会员 姓名金城新作处女作职业演员爱好爬山 最擅长的事情说笑 最新动态在拍戏 姓名王子义新作巨蟹座职业演员唱作人 爱好健身最擅长的事情变魔术 没戒指 没戒指 不然给大家变一个 最新动态拍戏 恭喜完成新会员注册信息填写环节 step 2 请完成以下会员试题 王子义和有好感的女生约会 首先会选择一起去哪里 A 健身房 B 电影院 C KTV B 密室逃脱 E 自己曾经的学校 健身房 对的 以下哪个小细节最能引起精神的心动 A 为他打开副驾驶的门 同时手为他挡头 B 为他戴上摩托车头盔 A 为他系好安全带 C 为他蹲下记好开了的鞋带 D 把水瓶拧开后递给他 E 两个人一起过马路时自觉走到他的左边 我选择C吧 为他蹲下记好开了的鞋带 我选择E 两人一起过马路时自觉走到他的左边 好帅 好帅 请爆料对方的一个小秘密吧 诶 我准备好了 是的 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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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都是快乐星球的人 什么是快乐星球 灯光就是灯球 然后摄影就是射球 我们都有一个球的代表 什么是快乐星球 对 我们就是快乐星球 是的 正式访问 你想知道的都有 请先向B站的网友们介绍一下 在这部戏里的角色吧 我在这个剧中饰演赵江玉 工作上是非常的认真 一丝不苟 然后是非常的霸气 但是在恋爱方面呢 也是不敢去恋爱 但是她又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大家好 我是顾少 顾佳鑫 我饰演的这个角色呢 她是一个自由随心的赛车手 对 同时呢她也是一个被迫的打工人 就是给赵老板打工的 对 但其实公司是我们家的 是 分别有哪些和自己身上很相近的地方呢 长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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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赵江月跟金城完全是两个人 我为什么接这个角色 就是跟我跟我反差太大了 所以我想感受一下 我觉得和我自己身上比较相似的点就是 她对某些事情是特别较劲的 会坚守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 就是只属于她自己的 你们两人在片场时对对方的称呼是 弟弟 月圆 你们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是 有没有印象第一场戏拍的是什么 我记得特别清楚 第一场戏咖啡 对 我在林克科技楼下 真实目的是等她 然后假装美媚在等她 跟皮床的那种感觉 并没有 没有 我是非常有主见的 我还给你刷卡 对 按电梯 但是我的目的是 请大家多多关注 KK爱的 哈哈哈 看着你的侧脸 有几秒的瞬间 突然就变危险 坠入爱里面 如果为对方评选一个称之为王的代号的话 会是什么呢 自律之王 开心之王 就姐姐去世你看到她你会很开心 她的开心会感染到所有的人 是吧 这个人 我来啦 我去世了 哈哈哈 哈哈 其中故障非常有运动细胞 王子一在尝试那些运动的时候 比如摩托高尔夫等 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 这次这个戏真的是海路空都让我尝试 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水里游的 所有的 全部都有 其实我本人的话 我就喜欢摩托车吧 而且这次也有机会 跟专业的赛车手 学习和交流 就觉得特别的不一样 然后很尊重他们 所以他们真的很酷 如果自己某天成为一位 B小UP主 会想做哪方面的内容呢 健身和饮食 就是教你怎么吃 教你怎么瘦 教你怎么又吃又瘦 所以我也像他学习了不少 但我在B站就老看一些鬼畜视频 希望这部剧上线后 在B站搜索自己的名字时 后面可以增加怎样的关联词呢 那我就是清晨终于正常了 你也终于正常 你不正常吗 我正常吗 你是不正常 美的不正常 美的不正常 哦 我对你暗条 大纸 哈哈哈 王子依顾嘉欣 顾嘉欣王子依 王子依顾嘉欣赵江岳 王子依顾嘉欣赵江岳 金城 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一口同心默契大考验 没有任何提示的两个人同时说出一个词 不断靠意念与默契 向对方靠拢 指导两人说出同一个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按条大纸 哎呀我反应忘了对不起 哎一次机会一次机会没了 天女下凡 哇哎我本来上一秒我想的是仙女下凡 我是不是天女下凡了怎么 结果我我就想是 应该来个名票大纸了 哎呀哎呀 啊看到了哈 来三者一 这默契可可爱 我们赢了吗 我们赢了 那不奖励我们一个b站的会员吗 就是 啊 细节喜妈看了之后要坚守初心啊 给麻粉一点活路吧 挡不住不准看我丸子的肉体 天呐 这是什么视频啊 不就是密码给你 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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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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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呦 妈妈不允许 然后一堆表情 妈妈不允许 像极了唐僧被调戏一样 你见过唐僧被调戏啊 哦 你好 哦 真的 真的就好 他的反应就是羞涩 羞涩 我怎么可能 你相信吗 我羞涩 我不信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粉丝应援 哎呀 挺想他们的 对 好久没见他们了 他们很会姻缘啊 他们会 我的歌他们都会跟我一起唱 就唱了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唱什么了 就是有时候听到儿凡里面 哎 怎么听不到了 这么大声 姻缘 很棒他们 然后就是每次就是不管刮风下雨 他们都会举着你的灯牌在下面 有时候其实也挺感情 因为那个是有电的嘛 所以就是 大家反正注意安全 就是也特别开心 能够在舞台上面跟他们见面 女艺人中的自拍泥石流 确实 各种迷之角度的自拍 我追了他三年了 没见过他一张好看的自拍 那倒不至于吧 这叫有言任性 实不像 这个是 实吧 比起他的颜值 我更爱他的性格 我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 我以前就是看我微博 就是我工作人让我彻底删除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他们根本认不出来是谁 因为就是脸已经完全没办法 就已经扭曲 然后但是我又很喜欢 我就很喜欢这种就是不太正常的自拍 因为我觉得美美的自拍好像有点太无趣 对 对 所以我就想搞点不一样的 紫衣微博上的途径好像是黑白搞得很有sense 什么叫搞得很有sense 非常有sense 非常有艺术体系 别生气 没事 没事 小小气 我没想到 好 你有什么拍照诀窍吗 就把图片拍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 那你拿那个卖顺拍一下 怎么样就是拍出那种高级感 那还是有点难的 哦 可以 问题盲盒 两人回答之前嘉宾留下的盲盒问题 为后面的艺人各留下一个问题 并塞入问题盲盒 家里人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我姐的生日5月27号 我这个比较的意识流 是啥 好看吗 你在想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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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接下来轮到你们给其他人walk的时间了 你的真实身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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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这个就是 一加一的 嗯这个不好混 抽到这个别打我 抽到这个别打我 哈哈 啊我们这是一部非常的好看 轻松又甜甜的 就是一定会让你觉得更想谈恋爱了 一定要看哦 我们这部剧呢是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元素的一部剧 所以说它其实用了一种很开心和简单直接的方式来给大家讲述这个故事 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设定呢也非常有趣 希望这部戏能够让大家喜欢吧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的不会恋爱的我们 一见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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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三连